麵類料理千變萬化 義大利麵 牛肉麵 有湯的 乾的 怎麼吃都不會膩 是不少外食足手炫 卻有人吃麵吃到脂肪肝 麵是用麵粉抽出來的 就感覺熱量比較低 一名工程師年紀輕輕 才三十多歲 被檢查出重度脂肪肝 原來他無面不歡 不只愛吃麵食更愛麵包 脂肪肝跟吃麵有關係嗎 所以如果是要同樣 有達到飽足感的話 麵會吃的比較多 除了高油 高鹽 高糖 營養師說麵食麵包 精緻製澱粉都是地雷 吃下肚血糖會迅速飆高 胰島素作用後轉換成肝糖 假如量太多 肝臟便會將多餘糖分 以三酸肝油脂儲存 導致脂肪肝悄悄上升 每週大概就是有運動三次 每次都做油耳運動 這樣實際上對我們的心肺功能 跟這個燃脂代謝都有幫助 想要保持身材苗條又健康 營養師建議墊粉類麵包麵食最好不要吃 如果真的嘴饞也要控制一天的攝取量 如果你是吃七八分滿飯的人呢 那他吃麵就是一碗半的麵條 除了脂肪肝之外 五大致癌食物也不要碰 像是發霉的花生玉米 變質的米飯 發苦的堅果 沒洗乾淨的筷子 劣質芝麻醬 小心把黃麴毒素吃下肚 就算加熱過後毒素也不會降低 記者 劉明磊雲傑 台中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